郭文貴議員 好,你了 好 涼下去 好 好,我們會議請肅靜 謝謝 那麼,報告 黨團協商會呢,我們現在協商 國民黨黨團所凝聚的 稅收 超增全民共享 發放特別 條例草案,以及 行政院含請審議的 意後強化 經濟與社會任性 及全民共享經濟 成果特別條例草案 兩岸 那本案呢,給委會 給協調會報告 本案在112年1月17號 18號 星期二、星期三 我們舉行了第十屆第六會期 經濟、內政、財政、交通、社會福利 及衛生環境五個委員會 第一次的聯席會議 進行審查 審查的結果 所有的提案 含修正動議 及互帶決議七項 那麼均以保留 提報院會討論 院會討論前 需交由黨團協商 那麼本案是因為 行政院因應 本院以及社會民意的要求 提出本條例 特別條例草案 運用財政餘域 用於強化經濟與社會任性 益住在 勞健保及台電 以及全民共享 普發現金 那麼特別條例的重點 並非防疫 而是因應經濟情勢 以及普發現金 以及刺激消費 特別條例經過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後 行政院因隨即送出特別預算 經立法院三讀相關預算 使得動之 那麼我們希望今天的協商 能夠有一個圓滿的結果 那我們現在進行協商 首先請國發會主任委員 龔明新主委請做說明 謝謝張偉 還有各位委員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在這個召委召開的 有關於協商 國民黨團擬聚的 抄收抄增國全民共享 發放特別條例草案 以及行政院 也就是本院含義的 意後強化經濟及社會任性 還有全民共享 經濟成果的特別條例 這個兩個案子 那我要特別來做一些說明 那剛才主席提到的 經過這一個月以後 事實上行政院也有持續的 檢視了立法委員所提出的 很多的想法跟意見 那也聆聽了各界的很多的聲音 那很多的聲音呢 基本上還是希望 各界行政院可以在 因應於這個COVID-19 以後啊 面對這個全世界的經濟挑戰之下 怎麼樣來強化 減輕人民的負擔 然後穩定民生的物價 以及來調整 協助中小企業度過這個難關 維持經濟的成長動能 那這些聲音 事實上我們也都聽到了 那比如說 像在今天的行政院院會裡面啊 探討了有關於 在公共運輸的通行月票的方案 那尤其是六都的市長們 都非常的期待 希望這個方案 可以盡快的實施 那這個方案 將來就會 放在我們這個 特別預算裡面來實施 那另外 當然對一些 房貸組的一些 中低收入以下 房貸組的協助 事實上六都的市長 也多有期待 那這些零零種種呢 我們也都聽到了 各界的反應的聲音 那所以就是說 這些訴求 我們都會把它匯整起來 那會如此的反應在 如果今天的這個 特別的條例 將來可以順利 通過的情況之下呢 那我們會把這些訴求 如此的反應在 特別預算裡面 以上說明與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各位同仁 那我們現在 直接進入協商 來 請各位同仁 我們現在 在法案名稱 有行政院版 國民黨版 以及 邱顯治委員的修正動議 那同時 再補充說明 今天 主席台這邊 再收到 民眾黨的再修正動議 在這裡 國民黨的再修正動議 在這裡 所以我們一併併入討論 謝謝 好 請教各位同仁 行政院版的名稱 國民黨版的名稱 還有邱顯治委員 等三人所提出的修正動議 請教 好 反案名稱 來 那個麥克風 請各位同仁 來 直接就在那邊 好 來 要發言的同仁請舉手 謝謝 小心小心 好 鄭明中委員 好 謝謝 謝謝 您的承讓 國民黨團提出來的名稱是 稅收超收 全民共享 花放現金特別條例 我們這個名稱 才符合事實 所以我們希望 這個法案的名稱 就照國民黨版的提案通過 謝謝 好 謝謝鄭明中委員的說明 來 鄭明中委員 我們坐著講好不好 坐著 坐著 謝謝主席 那我們各位首長 各位我們同仁 這如果以我們實質內容來看 那也很感謝我們 包含國民黨團 民眾黨團的修正動議裡面 我們修正的版本裡面 都把包含各種 這個包含勞保 健保都有放進去 那國民黨團也有這個台電的挹注 所以我們方向區一致 但是名稱上我覺得 應該是比較沒有爭議 是行政院版的比較完整 那剛剛曾總召所講的這個 稅收超增 這個超增 這兩個字本來就不是法律名詞了 以後會誤解 因為稅收不只是中央有地方也有 以後這種超增這個兩個字放下去 本來就是大家對這兩個字的誤解 才會今天這個特別條例裡面 希望說不只是把預算找到方向做到 也要去當大家可以理解說 政府這個稅收這個制度上面的整個架構 所以這名稱的部分 我是建議用行政院版就好了 謝謝鄭義文委員 來 鄭憲之委員 謝謝主席 各位同仁各位部會的同仁大家午安 那實在力量黨團的這個修正動議 基本上是這個條文的這個名稱 條例的名稱是跟院版一樣 就是以後強化經濟與社會認識 以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 但是呢其實啊 這個財政部所提的這個所謂的稅收超增也好 或者是說這個超增稅額 基本上應該是要說這個叫做稅收短估 因為這樣可能會比較精確一點 也就是說在這個疫情因素 或者是說國內需求變化跟全球經濟的轉變等等 那就這部分的話 其實大家都知道 而且可以預估得到 那究竟為什麼財政部應當好好正視 為什麼說這幾年稅收估算 也就是說我剛剛講的稅收短估的這個狀況 這個落差這麼大 而且情況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應該給國人一個合理的交代 那近期財政部又上修 去年稅收的這個超增數到5237億 這個部分也請等一下也要說明清楚 那再來就是說決算 就算這個決議要發現金 大前提是絕對不能夠舉債 而且我們是反對無差別的普發現金 也就是說有條件的發給現金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再來談 那當然就這個部分的話 也應該要請財政部去說明 究竟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 發生這種稅收短估的這個狀況 而因此也引起現在這樣的爭議 好謝謝那我們請張綺路委員 張綺路委員完 請那個發言完 我們請歐總經委員 謝謝請發言 謝謝主席 我們現在就針對法案名稱 好謝謝 好謝謝主席還有我們各黨團的代表 那我想民眾黨這邊 我們的這個名稱是跟願版一致 是沒有問題啦 就是這個版本 反正要談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這個多的這個稅額這邊 那不過剛才因為休閒志總教這邊 有談說這個是短估 不過我還是從英文的解釋 我還是解釋一下 這個稅收超真的真正的英文是什麼 是Tax Revenue Surplus 是這個概念喔 其實它是等於是我們經濟成長之後 我們的這些稅收多出來 當然也可以說是短估也是有道理 但是更重要的是 是整個經濟成長 尤其我們知道這一次的錢 有很多是來自比如說是某些 特定的可能半導體產業等等 比如說台積電自己就多了500多億 攪進來 那所以這個是重心的精神 還是在於所謂這個 我們整體社會的這個經濟的這個果實 的整體的這個分享 還有這個寬於資源到底怎麼用 所以這是比較重心啦 所以對版本的名稱我們不是說 有特別的堅持或者強調什麼 但是就是說 這個我們還是把它這個 要先釐清它真正這個錢是怎麼來的 這個surplus竟然多了 我們是不是要把它花在刀口上 這才是比較是大的重點 以上先表達一點意見 好謝謝我也請我們行政部門 相關的如果委員 所提到的是你自己相關部會的 待會也請一併來做說明 好我們請翁仲君委員 謝謝警方議員 名稱的部分 我支持國民黨用稅收超增全民共享 發放特別條例草案 那主要的原因是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說我們要根據預算法的規定 我們要提出特別預算 在預算法裡面的規定 它是有很嚴謹的規定的 也就是說我們根據預算法 第八十三條的規定 它是因應的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 國家經濟重大變故 重大災變 這一些東西才可以提出特別預算 所以我們過去我們的COVID-19 我們曾經提過特別預算 那這個特別預算的部分 基本上是符合預算法的 因為這個是政府遭逢重大的變故 可能是比較沒有辦法掌控的一個狀況下 我們提特別預算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說我們今天把 我們民進黨裡面所談到的什麼 疫後強化經濟 與社會任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 這個部分我認為是應該屬於 我們上次的這個COVID-19 特別預算的追加預算的部分 跟我們今天要把我們超增稅收 然後發放現金 這個是絕對不同的兩種類型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 還是支持國民黨這樣的提案 就是我們今天應該要很單純的 把我們超收稅增的部分 我們要怎麼樣來發放現金 發放現金的金額是多少 我們把它做一個特別條例 這個是可以的 那至於我們行政院所提出來的 疫後的強化經濟 跟社會任性 這個部分 我認為是應該 特別預算的追加預算才對 這個是分屬於兩種不同性質 在我們預算法裡面規定 它是分屬於兩種不同性質的預算方式 所以我個人還是支持我們國民黨黨團裡面 這樣的一個這個這個法案的名稱 謝謝 還有嗎 好 謝謝王總軍委員 那各位同仁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法案的名稱 那如果聽起來呢 國民黨團似乎還是堅持我們國民黨團的這個名稱 那這個民進黨團剛剛發言的呢 是支持行政院版的名稱 那那個缺險制委員 也有他們堅持的這個名稱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是不是容許主席台做這樣子的一個決議 那既然三方意見還是非常分歧 我們還是保留 保留 好 我們進入實質的討論 好 謝謝 來 接下來我們針對針對第一條的部分 來 針對第一條的部分 請教各位同仁 來 鄭民眾委員 好 謝謝 謝謝趙偉進行很順利 而且很有績效 來 國民黨團年代的提案 提案是第一條是為讓全民共享稅收超收成效 並振興經濟 並振興經濟 刺激民間消費動能 將稅收超增金額 以新台幣 也就是現金方式 與全民共享 特定定本條例 我們黨團 當時比行經濟還快 提出這個條例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 希望 希望發現金 所以這條例本來就是發現金的條例 但是 因為經過這段期間的運量 我們還是希望 最高原則 還是維持這個版本 發現金 而且這段期間 我們常常接到電話民眾的陳情 希望 花現金 花一萬塊 盡快花 因為很多民眾過不下去了 所以 我們假設 看看民進黨能不能接受我們的條文 第一條 就是花現金 這也是全民有共識 那假設 你不願意 我們退後求其次 我們有提出修正動議 那修正動議是什麼 我練給大家聽 為讓全民共享稅收超增成效 以振興經濟刺激民間消費動能 並減輕人民負擔 穩定民生物價 延緩全民健康保險基金 以勞保基金收支短處置危機 也就是 假設 現在 行政案提出來 除了 花現金以外 另外 另外有一千億 是要來補助 包括全民的健保 健保 或者勞保 還有電費的部分 這部分 你有寫明嘛 也沒有所謂空牌授權的部分 國民黨團願意退步 退步 把他納進來 所以簡單講 國民黨還是堅持 花現金 每人花一萬塊 那假設 民進黨也非常的堅持 讓我們退步 退步 那 要補助 健保 勞保 跟電費的部分 因為這涉及到全民 的權益 國民黨願意退步 所以 第一條的 內容 我們做這樣的修正的動議 謝謝 來接下來 哪位 哪位先 陳婉輝先 陳婉輝 賴相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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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賴相寧委員 接下來翁重軍委員 再來邱顯治委員 來請發言 好謝謝主席 還有各黨的委員代表 還有剛我想翁重軍委員 幫我們這個又上了一課 可以提特別預算 基于紧急性必要性等等的部分 所以疫后经济这样的一个从政复兴 是在过去这个疫后条例 我们的防疫特别条例追加 这个概念我想大家并不是不同意 那今天我们的行政院因为有超增税额 那新提一个特别条例的草案 那这个草案本身 当然从行政院的立场 他是希望能够在经济任性 社会任性各个方面都提出了 这个必要的一个支出 也匡列了相关的预算 所以我们还是很遗憾的表示 一个超增税额 它并不是每一年例行性有 那这样有了一个超增税额之后 如何运用到最大效益 甚至是能够在财政纪律兼顾之下 能够把还债作为一个最上位的思考 普发现金作为次为 解决这个民生困顿的需求 我觉得这个上位的概念 并不能够放掉 所以我想在这个第一条部分 其实行政院版本就是把他的这个条文名称 再重复操一遍贴上 然后再这个叫做第一条的本子 那整体上面整个预算来源是什么呢 其实不是很清楚 所以到最后第四条的时候 才有提到类似的这个财源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第一条应该正本清源回归 这样的一个超增税额能够作为 我们以这个解决民生的这个弱势者需求 以现金方式发放的这种金额之外 能够以还债会优先 那在现在最困顿 最需要国家挹注的就是劳保 劳保潜在亏损10.83兆这件事情 是不容其他政党用意识形态去抹去 甚至不去看的 所以我也是呼应 刚刚曾总召他们在这个再修正版本的提议上面 能够把真正要让这个条例的精神在第一条民事 也就是能够解决健保劳保财务等等的一个文字方案 这是我的那个发言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请翁从军委员请做发言 翁从军委员发言结束我们请休闲之委 民众党内委员的意见 我也支持 就是说半句话说我们认为说 我们这一次的像我们的健保的部分 或者是我们劳工保险的收支短促的部分 怎么样来做一个弥补 让他能够永续存续下去 也能够照顾到我们基本上的全民的利益 跟劳工的利益 基本上这个前提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也要重复在重申 刚刚我讲到的一个理论基础 也就是我们总招所讲的 总招所讲的 基本上我们这个法案 我们比较希望的是维持原来的精神 就特别条例 只是讲到我们超收的部分 怎么去发现金 发放现金是花多少钱 至于我们这些劳保的 或者是我们的健保的部分的亏损 要怎么去弥补 或者是台电怎么去弥补 这些东西 我个人看法是 可以在我们的总预算里面 来做一个处理 换句话说 刚刚赖委员所谈到的 假设我们今天 把发现金之后的 这些剩余的钱 我们把它列为我们的 累计的税季剩余 那当然明年的预算里面 我们就可以 一个就是我们 降低我们的举债额度 就是怎么去还债 或者是说我们这一次 我们就尽量举债的部分 我们不要举债 让我们的债务降低 这个是一个 就达到我们赖委员刚刚所谈到的 第二个 健保或者劳保的亏损的部分 我们当然就可以用 我们历年来的累计剩余 来做一个拨补 在总预算里面 这样处理是绝对绝对是 符合法令规定 而且本来是应该要这样处理的 至于防疫之后的相关的振兴 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稳定物价 全民的生活的 这个怎么去照顾 这个部分 应该是属于我们所谓的 特别预算里面 延续下来的振兴的部分 要去做一个追加 所以我基本上我还是要厘清说 我个人支持党团的意见 因为国民党的党团 所提出来的法案 延始法案是最清楚 也是最符合法令规定的 其他的部分 国民党支持 我们相关的这一些 我们全民的利益 怎么样去让我们的物价稳定 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 但是有一些是要 编列在明年的总预算 公共预算里面的 有一些应该是属于 我们的这个 COVID-19的特别预算的 追加预算的部分 其实是应该分开的 我们不应该把 为了这一次 我们要汗不汗汗汗的 把所有的预算都加进去 结果我们破坏了预算制度 或者我们违反预算法 第83条特别预算的规定 所以我个人 一方面 我支持大家 对于健保或者是 劳保的这些 拨补 另外一方面 我也个人再一次的强调 我支持我们国民党党团的 延始的提案 假设我们延始的提案 大家一定要坚持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劳保 跟我们的健保的部分 做一个拨补的部分 那我们提的修正案 我们可以勉强接受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行政院这种提案的方式 因为行政院你人才这么多 主绩人年这么多 法令你们都比我们清楚 为什么你们就是要 破坏的预算制度呢 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 根据预算法的规定 来辨列预算呢 所以我支持党团的提案 以上一件请大家指教 谢谢翁崇军委员 来接下来我们请 邱贤之委员 邱贤之委员发言结束 我们请刘世芳委员请发言 好 谢谢主席 那我们修正动议的 这个朝案条文里面 这个有特别针对 对经济生活之冲击 减轻人民负担 保障弱势族群 然后要合理 全民合理的 重点是合理的共享经济成果 那我首先我必须要讲说 这个预算法第83条的规定 其实就是一个特别预算的法定事由 因为特别预算 为什么叫特别预算 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 无宁是一个例外的情况之下 原则你当然就是要用 这个一般的预算去编列的方式 那因为你是特别预算 所以你要有法定事由 所以在第一款到第三款都非常清楚 我说特别预算是在灾难发生后 假设发生一个天灾事变的情况之下 那或者是说为了临时性的 额外的巨额的支出 所以第一款第三款都非常清楚 那第四款是一个比较概括的条款 所以不管你怎么解释 法律上的体系解释来看的话 第四款再怎么解释 都应该要指出 到底有什么事情 它的发展是超出了这个常态 超出了原来的编列总额 预算的时候可以预想到的范围 而且还没有办法 透过预备金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处理 必须要诉诸最后的手段 来用特别预算来加以处理 那这个其实在大法官4至436号解释里面 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 他在本文里面说 这个预算单一性原则的时候 他说政府就 未来一年间预算所预期收入跟支出编列的预算 以使国家机关正常运作 并规范国家之财政 原则上应制定单一的预算 这其实非常清楚的 所以 实在地上党团仍然是认为说 实际上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去编列特别预算的正当性 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这一次比较像是分享经济的红利 而非 这个还税于民 那所以 一来 国家会再怎么强调 今年的景气 不景气 今年的 这个政府 若有过仔细的话 去年 总预算编列 就应该去制定这样的施政计划 所以这样的特别预算所致应的项目 虽然它是符合合理政策目标 但是除了花现金以外 我们必须要讲 其他强化经济任性计划 几乎都只能算是一般的常态性的业务 是你本来政府就应该要平时制定计划 编列的预算 根本很难说 这样是制定这样的特别预算 特别条例 那编列特别预算的正当性的根据 那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说 若今天 如果说有任何的紧急的情况 足以去正当化 编列这样的特别预算的话 那实义党团认为说 只有在有些风险耐受性较低 受疫情冲击面临危机的脆弱的国民 若政府不及时援助 他们将难以维持正常生活 或至少很多人会变成再也无法 继续承受任何一次经济的冲击 这样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正当化这一次的特别条例 跟特别的预算 所以我们希望 把这个立法目的的修正动力里面呢 把它强调说 给资源集中 给脆弱的群体 也就是说合理分配 国家资源 促进公共利益 和遵守财政的纪律 以上 谢谢邱景志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刘士风委员 刘士风委员 这个发言结束 我要请行政部门 你们也争取 争取发言 谢谢 谢谢杨琼英 今天委员今天所主持的这样子的协调会 那有关于刚刚 我们国民党党团还有时代力量党团秋显志委员 所提的这个部分 我想要一次来提供我的想法 第一个我们这个特别条例 最主要是根据 议后 也就是过去三年的期间 我们的疫情的发展 对于台湾在经济 甚至社会任性上 造成的损害跟伤害 藉由这次全民的共享方案 这个提出了特别条例来处理的 那刚刚国民党党团所提的一个修正动议 大概是经过这一个月当中 有很多选民的反应 所以提出来 就是说 不是只有普发现金一万块 我现在增加三项 增加了所谓的全民健保的保险基金 增加了劳工保险基金 增加了台湾电力公司的依注 但是 我要再强调的 疫后的部分 不是只有这些事情而已 在我们的行政院所提的 这个方案的第三条里面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 全民健保的基金 还有这些 那个劳工基金 跟那个台湾电力公司的补助 这些以外 其实还有刚刚时代力量的 秋显志文所提到 弱势族群 在疫情发生的时候的 弱势族群有哪一些 年轻人 弱势族群有哪一些 因为交通的关系 所以他们在行政院所提出的 第三条里面 他已经有提出九项这个方案 这个九项方案 其实已经涵盖了 包括国民党党团 时代力量党团 还有民众党党团所提的 包括修正动议里面的 一个是居住的负担 一个是照顾弱势的族群 然后关怀服务 然后还有扩大公共运输补贴 另外还有产业跟中小企业的升级 同时还有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抢国际观光客 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的国际观光呢 这个旅客的市场呢 可以赶快从以往 只有一两百万 赶快上升到五六百万 甚至上升到将近一千万人次 那当然还有我们的弱势的农业族群 那当然还有普发现金 因为看起来普发现金这件案子呢 四个党团大概没有反对的意见 只是在于说 那个普发现金的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 所以其实在经济跟这个社会的强化韧性上面呢 这几项都已经有放在里面 都有放在里面 所以呢 刚刚国民党党团所提的只有四项 那这个时代力量党团呢 他所提到的这个比较概括性的部分的话呢 只有六项左右 所以我认为说 是不是仍然按照原来行政院所提的这个部分 大家共同来讨论 反而会比较好 这样比较能够全面照顾到全民 那刚刚那个我们在这个预算法 非常专门的这个翁从军委所提到的部分 其实不管各部会行政院 主计单位的人 他们当然都是按照预算法的所有法条内容 来处理预算 或者是决算的事宜 不管是年度预算 特别预算 甚至是有其他的这个播补的预算 都要按照预算法 而且不能重复来发放 如果有重复发放的话 这些主计单位的人 已经违反了预算法 通通都要送到监察院 所以要相信他们的专业程度比较好 所以我认为呢 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其他党团所提的这个修正案呢 并没有完全超出现在行政院所提的各项范围之内 所以以上希望能够按照原来行政院所提的第三条的方案来通过 谢谢 好谢谢 那针对第一条的部分 综合各政党委员所提的意见 那有一部分有一些共识 少部分 还是这个内容有一点奇异 但是很高兴的就是 还是以民为主 我们希望不管是劳保健保 这些纳路 希望能够真正照顾到全民 好那行政部门针对刚刚委员所提的这些意见 有没有哪一个部位要提出说明 不一定啦 哪有一定国发会 让你们注意的啦 来 有没有哪一个部位 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协商完成 大家因为都有这个共识 那只是在文字调整方面 来 哪一位要说明 好来国发会 麦克风来 这位置安静快来 没关系 好 谢谢各位委员的指教 那我想 最近的状况的确是有几个 非常特别的重大正事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疫情是三年来的疫情是 一百年来最大的疫情 那个主委 那个最迟都不用讲 针对讨论 我们委员所提出的 请你提出你的见解 对 我们希望可以 不用解释了 大家已经的文字这么清楚了 对 所以我现在解释就是说 这样一个特别的情况之下 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特别条例 因为台湾的经济在这几年来 超乎想象大家的想象 主委我还是插断你的话 大家时间非常宝贵 为什么会提出 你就已经提出了 你还说为什么提出 大家已经实质在讨论了 针对第一条的部分 好不好我们聚焦 在第一条的文字 你认为我们委员 刚刚我特别给你们机会吗 你认为可以接受 还是你可以在你的版本 可以调整什么样文字 这样大家讨论才有内容吗 请说明 对 我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 维持我们的文字的重要的用意 就是在这里 那因为我们的经济表现特别好 所以为什么要有全民共享 经济成果这个字眼 因为主要是在经济成果 要全民共享 那共享之外呢 事实上还有一些民众呢 事实上还是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所以还是 为什么要减轻人民的 这个负担 这个部分 然后也要维持经济的成长动能 所以这个字眼 应该都要需要一些保留 理由是在这里 以上 那针对委员 不管是国民党提案的再修正版本 以及 刚刚所有委员所提出的 你能不能说出这些见解 好吗 还是你就是维持你的文字 也可以这么说 好吗 那他们所提的 有没有可以融入的 有没有 我们希望维持原来的文字 行政院版本 好来请坐 来各位同仁 那针对第一条的部分 如果造行政院版 好看 我们就不用跟他们说 我们自己讨论的话 好 那针对第一条的部分 那还是起义很大 但是至少有一点共事了 我们还是做保留 好 那行政院 我是真的非常希望说 大家好不容易 一起好好来讨论 你们针对委员所提的 的见解 有没有 增三检的建言 好不好 好不好 最迟就不用再讲了 好我们接下来第二条 来第二条的部分 来 曾经同委员 第二条就相对简单一点 就是这个 主管机关就国发会 其他文字差别不大 不管是预算编列 规划跟推 国民党的修正东西 是规划跟推动 那有很多推动是 其他的部会在执行 这个很清楚 所以第二条如果 可以的话 就院版 好 那如果不行的话 也保留 第二条争议不大 因为就是主管机关的问题 但执行的都是其他机关 所以看 我们三个在党意见 其实要造行政院版 没差 不是 有影响实质内容的 其实是第一条跟第三条 好 我们谢谢 我们请 谢一芬委员 请就第二条 其实就如同 刚才民进党团的政委员所说 那如果说大家差异不大 其实我认为行政院 也可以考虑彩照 国民党团的修正动意 因为我们的第二条是 主管机关为国发会 然后且负责预算编列 规划与推动 其实就已经把所有的项目 以及主则的方向 都因为毕竟即便是各部会负责去推动方案 但一定要有一个主则的单位 那所以我们的版本里面 修正动意里面也非常明确的 就是主则单位为国家发展委员会 我们希望行政院可以考量 就是说要推动这个需要朝野各党团共同的一起的协力 所以应该要考量是不是能够接受国民党团的修正动意 好谢谢 谢谢风委员 接下来我们邱显志委员 谢谢主席 那我们的版本 在这个负责强化与社会 经济与社会任性 及全民共享 这边加入全民合理共享 那如同我刚刚在第一条的时候讲到 应该是把资源集中给脆弱的群体 那所以就这部分的话 就合理分配国家的资源 促进公共利益跟遵守财政拘律 这个部分是重要的 那也只有在把资源集中给脆弱群体 这个特别条例跟这个特别预算 才有正当性 注意正当化 它的这个预算法上面的规定 好谢谢邱显志委员 其他委员没有 好 那个行政部门针对第二条 其实主管机关单位 就国发会嘛 那只是在文字上面 的这个庶民 国民党的版本是更加详细的将它文字 来说明清楚 那行政部门来国发会 这个差异很大 坐着没关系 差异很大 我们还是坚持行政院版本 因为执行推动的部分 是各部门才有那个能量 好 那这个我们第二条还是 就做保留 我们也希望大家再好好再想一想 好谢谢各位同仁 来接下来我们第三条 来张其路委员 来 请发言 主席 主席那个各党的我们的学长代表 那个是这样 我想我这边是主要是说明就是民众党这边 我们有再修正的这个动议 我们把这个第三条做为比较简化 对对对 因为坦白说啦 这个条例 其实刚才前面有很多位委员已经垂询了 其实它最主要大家的争议点就在于说 到底它够不够特别啦 按照预算法83条 其实我们唯一勉强只有那个最后一款那边 所谓重大正式那边 算有一点点符合 但是目前院版的这个写法概念 比如从第一条开始 它那个写法就变成就不是很凸显的那个精神 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个税收的这个surprise之后 但是为什么要做什么那么特别 那当然这个特别的部分也只有 就是说我们民众党这边就回到第三条 你就是为了所谓这个全民共享这个经济成果 那我们版本这边的话 再加强化说维护世代的这个争议 基金财务的永续 讲直白点 也就是为了这些劳健保啦 因为这些就是潜藏负债 因为就是坦白说 这一次多的这些tax revenue的surprise 我们要用在哪里 其实只有两个方向可以用嘛 一个就是给所有的全民 回馈他这个经济果实嘛 因为虽然这些企业赚了钱 但是他们能够成功 也是因为全民的努力嘛 所以就回馈这些钱给大家 这是一个部分没有问题 第二个部分就是还债啦 坦白说啦 那我们自然不按一般的公务预算 编那个税科的还债之外 我们其实现在多了这个surprise 至少你要还一还那些潜藏负债嘛 这个又是本党这边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劳保就要破产了嘛 我们刚才赖委员已经强调了嘛 这些事情就破在眉睫 所以你第三条就是最精简的写法 就是我们民众党党团这边提出再次的修正 就很简单 振兴经济这本来就是政府一般一直在做的事啊 所以你要既然要特别你就讲清楚你的目的 这是以上民众党这边再次修正的这个提议 好谢谢张旗路委员 那个第三条呢那民众党也提出 再修正的动议 刚才也特别说明了 那接下来我们请赖乡林委员 赖乡林委员发言结束 我们请翁崇军委员 谢谢主席 我想国防会正式作为主席机关 在这个第三条包裹式的把条项款 名列如列到九条 九款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叫空白的这个条 这个条款项 其实这样的一个编列方式 跟特别预算的宗旨 以及未来各部会自己本预算 或今年度预算使用的调配之间 本来就可能会有汉格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反而让部会 在行政执行的时候 落余你到底在这个资用上面 虽然有部分的办法是共通性 但是资用的方式 到底是自己的本预算先用 还是就有的这个 剩余的方式 透过这次新的特别条例 让他来支用 我觉得这个是让行政单位 有所这个 这个 讲难听就是上下其手的空间 是不对的一种行政的一个效能 以及行政的这个规约 所以我觉得 与其这样不如精简 以及这个重点式的 焦点式的把 所谓刚刚 张其路委员讲到的 这是一个 这个税额超增 的一个 共享或者是解决特定目的的方向 所以我们还是重申 能够把第三条 精简 然后集中 它的目的性的一个效能 让社会各界跟国人能够支持 那不要每次到这个 剩余的这个税额之后 就用变成是一个 特别的 条例 像过去 不管是前瞻 或者是 相关的部分 这几年来 蔡政府已经用了2.2兆 来做特别预算 这次还要用这个方式吗 本人其其以为不可 所以我们希望 国发会能够站在 你们主政的这个 统合各部会 这个有效能这个提升 推行这个政务的角色 也不要放入这么多条 这个不同的款项的一个 这个法案的这个方式 来进行这次特别条例的 朝野党团的沟通跟协商 那第二才是 我们觉得两个方向 是大家要 国人共同面对的 除了发放现金 就是还债的 这样的一个 重责大任 如果落在这一次的 特别条例里面 能够把这个方向定位 那未来不管是 哪一个政党人在 2024年执政了 他们要面对 10兆的这个 劳保的亏损 潜传负债 就有一个 延续性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觉得 把这个还债录法 同时推升未来改革的一个 立法的延续性是重要的 所以希望各政党 都能够支持 我们民众党的版本 以上谢谢 好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请 汪总军委员 汪总军委员发言结束 请先锋委员 我个人觉得是党团的原始提案 是最好的啦 那刚刚我从头自尾所讲到的就是 预算法的精神 就是不能把特别预算常态化 这是破坏预算制度 而且会让我们的预算法的相关规定 荡然无存啦 那我个人首先我要提到说 行政院所提到的这一些项款项目 我认为我都可以支持啦 这些都是对于全民都是有利的 也是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 跟全民应有的权益 基本上我都是支持的 但是我还是在强调的是说 我们应该把预算法相关的规定做一个厘清 那比方说 刚刚我们刘思汪委员他提到的 我们不只是我们这些基金的切口 保险基金或者劳保基金 签面健保的这些基金 要拨补 当然还有很多地方 我们今天把它调略出来九项 这些其实对于我们都很重要 但是这些很重要不代表 我们应该把它纳入这一次的特别预算里面来编列 我们在讲预算制度里面经常讲到的 一个是公务预算嘛 跟基金预算嘛 这属于年度的预算 年度预算的设计里面 在每一个单位机关 或者是行政院统筹的 他都有所谓的第一亿倍金第二亿倍金 然后我们根据预算法里面 他有所谓的流入跟流出 也就是流用的规定 我们预算虽然是有一个整体的数字 但是他有流用的规定 有第一亿倍金第二亿倍金的设计 主要的就是让我们的预算在处理的过程 在执行的过程里面 可以有一些增加减少的这个弹性嘛 那在预算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如果再没有办法去调整的时候 才有所谓的追加预算嘛 所以是事业增加 或者是依法役必须增加机关的经费啊 这一些我们才去办特别追加点预算嘛 追加点预算 如果还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才有所谓特别预算的设计嘛 那所以特别预算基本上它是很严谨的 国家遭逢重大的灾变 天灾人祸或者是像战争之类的 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我们才能够编特别预算 我们绝对不能说把特别预算 常态化变成一般预算 所以我个人不是反对这些项目的 的编列 我只要是觉得我们应该要照 预算法的规定来编列 所以行政院所提出来的这九项 我们比方说像什么导宝基金啦 什么那个那个电力公司啦 什么负担提减轻跟民负担提高 你刚才这九项 我们行政院年度的施政计划里面在追求的 哪一项不是我们在 我们都在这种预算的年度预算里面 直接就应该去做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 你既然应该是把它编在 这个这个年度预算里面 你今天为什么要把它提出来 编列在特别预算 第二个 假设是属于疫后所造成的民生啊 或者是我们经济的一个变故啦 或者是我们要怎么去疫后 怎么去振兴我们的产业 怎么去照顾 那这些是属于我们 COVID-19的特别预算的最佳 也不属于特别预算啦 所以我们整个这样子看起来 我再一次认识 还是觉得 国民党当时的提案 所以最精准的 也是最好的提案 所以 我想我们今天假设 你们 行政案假设你们要这样弄啦 人家比较多的不对啦 但是历史会检验 你们就是乱来 尤其是主祭处 我跟主祭长 主祭长是跟我讲说 不是他决定的啦 他也很无奈啦 吼 吃太厉害了 如果说这个 这不可以变特别预算 你 这些是不是都是年度预算里面应该变的 你干嘛提特别预算呢 对不 你如果感觉没尊严 我们主祭长没做没关系啦 我们拿这个特别预算让大家笑啦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谢一芬委员 谢一芬委员发言结束 我们请曾药鹏委员 谢谢 感谢赵伟哦 从过年前到现在哦 这样子辛苦的审理这个特别条例哦 可是头发都没有乱哦 非常漂亮 非常感谢哦 其实国民党团当初提出这个特别条例 就是因为精进成果并不是全民共享 而是有些产业好有些产业不好 但是目前全球都面临到这个全球的物价上涨 通膨的因素 以及目前货币政策导致利率反涨 就是利率上涨 所以国民党团起先的这个特别条例里面 只订定了发放现金的部分哦 但是行政院并没有按照国民党团这个做法 如果当初在过年前 我们可以很快的通过 也许过年后的现在 我们不是在这里协商 而是我们现在就在讨论预算 以及如何发现金哦 所以现在我们国民党团的修正动议 才会加入了 过去各党团都相对同意的 就是寄注全民健保基金 以及劳保基金 还有台电公司 对于我们的医疗 对于劳工的退休金 以及对于台电 能够稳定我们台湾电力的问题等 相关来优先纳入 希望说能得到朝野 各党团的共同来推动 能加速这个协商的过程 所以以上这第三条 是因应 就是行政院 没有从善如流 没有在过年前就通过这个发现金的条例 不然我们现在就会讨论发现金的特别预算 以及发放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在这里协商 所以我们才希望纳入这三项的修正动议 希望各党团都可以共同来支持 以上 好谢谢谢峰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郑一本委员 郑一本委员 发言结束我们请邱显志委员 谢谢主席 这个第三条是核心 也是深水区 那我看起来各党的版本 大概对于这个现金 跟全民健保 劳工保险基金 跟台电的益住 这个大概是有共识的 但是其他包含说 减轻居住负担弱势 那公共运输的补贴 然后协助中小企业升级转型 甚至到国际观光客农业 这就不是每个政党的版本都有 所以这个大概很难 这个牵涉到整体预算分配的问题 很难有共识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发言完之后 我想这一条保留 好不好 我们一讲的建议是这样 好 接下来我们请邱显志委员 邱显志委员发言结束 我们请曾敏忠委员 谢谢 谢谢主席 那第三条 这个是重中之重 那我们的这个版本 第一个 这个拨补全民健康保险基金 劳工保险基金 跟台湾电力公司 这个部分我们是支持的 那不过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基本的社会的保险 社会的安全网 跟公共服务的机构 这个已经弄到大量的亏损 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那就是说我们的亏损填补 那就是说搞到现在 这样的状况之下 要用特别预算来做填补 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那第二个就是 这个刚刚其实提到 你的特别预算 你的这个特别条例要有正当性 应该是在针对 这个弱势者的照顾 然后让他这个社会有一个团结感 那首先第二项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说你直接 你说减轻居住负担 提高居住品质 这个意义不明 那应该优先兴建社会住宅 然后减轻经济弱势者居住负担的 这个 然后以及提高居住品质 这个品质 我们的条文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你应该要赶快去 再增加这个优先兴建社会住宅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 加强照顾弱势族群 这个它其实也是意义不明 应该是要扩大社会福利的给付 这第三个 第四个就是说 提升公共运输服务的品质 这个部分 那你的做法是说 扩大公共运输的补贴 那其实这个已经 引起非常多的这个讨论 那更何况你说减轻通勤组交通负担 那到底是要怎么减轻 所以我们希望说 这个完善弱势跟偏乡的交通服务 就是说让偏乡的人 让弱势者也有 这个交通的自由 又交通的基本权利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五个就是说 我们希望 这个针对 应该如果你要发现金的津贴的话 这性格上是一种津贴 应该是对最近一年 综合所的总额合计 未达申报标准 或综合所的税率 未达百分之二十者 发给现金津贴 也就是说对这个社会弱势者 去发给津贴这样的状况 第六个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年轻人 因为学贷 因为各种房贷等等贷款的压力 导致这个整个年轻世代压得喘不过气来 所以我们第六个希望说 能够关注到学贷的部分 能够免除学贷 那我想呢 这其实 这个依细谈的话 恐怕要发挥非常多时间 我总而来讲就是说 比如在这个关于 这个退府基金的拨补 也是同样的逻辑 政府对于国民的老年照顾应该不值走 那退府基金 跟这个第三条行政院版 所列出来的这些基金 这个劳保也好等等一样 就是说 这个他也是有这个破产的危机 那为什么退府基金看起来 是比劳保基金稳健 是因为经过年金改革之后 但是那只是延后破产而已 甚至因为这个退府新制的实施 而产生提前的这个缺口 所以这一次民间团体倡议 拨补退府基金入法 跟所有的退休年金的改革 原本应该是一起进行的 但是最后些因为劳保的部分 一直在持延 造成先改公教的这个状况 但此次拨补 却先拨 宣布劳保 更增加 这个年改过后 公教人员对于这个政府 上司信心 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希望说 政府特别是全序部 教育部跟主计总处 应该尽快提出一个完整的 分年的拨补计划 那并且去评估说 纳入特别预算中优先致印 这其实是攸关国家的承诺 跟人民的信任的这个部分 那最后比较强调 不管是拨补劳保 基金也好 退辅基金也好 对于国家照顾体系来讲的话 各项的拨补 你这样讲讲不了 其实说各项的拨补 基本上 只是解燃眉知己的方式之一而已 所以你要怎么去对各项的基金 去让它稳健的制度改革 跟相关的配套 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以上 谢谢 邱简直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周平中委员 周平中委员发言结束 我们请刘士芳委员 我们就来做处理 谢谢 好 谢谢赵伟 国民党团提出修正动议了 也就是本来我们希望只有发现金 那现在增加了 益住全民健康保险基金 这个金额相对比较小 没有问题 第三项 第三款是益住劳工保险基金 益住台湾电力公司的相关的经费 那其实全民健保 没有问题 但是劳保 许部长在这里 我每个会期都跟他讨教 他给我的时间说还在拟共识 已经不知道拟多久了 在创造共识 但是各位很清楚 有关劳保现在潜债负债超过十兆 超过十兆 本来精算是2028要破产 那现在预估可能更早 那你这一次可以预估他多少钱 其实是杯水车薪啊 杯水车薪没有用啊 但是我们国民党还是愿意 但是愿意的结果会害了这些 这个基金 你杯水车薪嘛 只是给民进党一个借口 不提出来改革方案嘛 国民党团 很坚持假设你不提 你不改革 那就每一年政府剝补 一千一到一千五百亿 看看你们能做得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台电 台电去年跟今年预估啊 要亏多少 亏五千四百六十亿 你能剝补他多少 你能剝补他多少 一样是杯水车薪啊 但国民党也知道 涉及到全民电费的负担 我们要支持 但是你基本的解决方案不拿出来 波普真的是 杯水车薪没有用 但是国民党还是愿意支持 但是也建议民进党 赶快把咀嚼方案拿出来 许部长每次碰到我 他觉得我们每次都跟他问这个问题 这个也知道 差乎许部长的能力换回的 但是你不解决 好另外啊 民进党的版本最后一款是 其他经营行政要何可知 强化社会及经济任性有关事项 国民党强烈反对 不可以空白授权 不可以空白授权 你今天协商你没有过 没关系到时候 院长协商成绩 国民党强力反对 强力反对 你要协助这种企业你就写进去 或者你要协助哪个产业 要花多少钱 国民党强力支持啊 学贷免利息啊 一年四四亿啊 写进去啊 绝对不允许 空白授权 那你想强行通过 21号强行通过可以 但是我在这里奉劝民进党 你会影响后续的朝野的协商 跟种植询的进行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刘四方委员请发言 来麦克风 谢谢杨雄英招委 这么有耐心来听我们发言 那我想针对刚刚包括民众党 还有这个翁崇军委 还有我们曾明中招委所提的部分 提出我的看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民众党所提的 这个修正动议跟原来 民众党所提的部分呢 我觉得刚刚有电党不怕了 原来民众党团所提的部分呢 几乎就是行政院提案里面的九项 只不过次序不太一样 那我要回应的那个翁崇军委员讲的部分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今天所要协商的是在 提出议后的特别条例 不是议后的特别预算 条例没有过 预算是不会送到立法院来审查的 那所以翁委员呢 他其实非常了解预算的审查程序里面 不管是税入税出 或者是第一预备金第二预备金 这个呢其实我刚刚有特别提到 相关的行政院的主计系统 绝对不可能是违反原来我们预算条例 预算条例里面的一些法律的条文 这个绝对没有违法的这个嫌疑 那今天我们提出这个特别条例 其实是要非常明确的告诉社会大众 是因为蔡政府在过去我们很多 护国神山比较贪金 所以以前我们如果提特别预算的时候 都是为了税出的部分呢 然后大家朝野有不同的看法 那这次是真的因为我们的护国神山 或是相关的半岛级产业 开海洋探急 而且是在疫情发生的期间 所以希望我们的国家 是朝着社会福利国家的方向来进行 所谓社会福利国家的部分就是 希望能够照顾弱势 把这个高所得 或者是他们的所得比较高的部分呢 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预算的这个波补 或者依注的方案来照顾弱势的族群 那比如说刚刚这个时代力量秋显志文 所提到了学代的部分 那因为这一次 这个疫后的这个特别条例里面 并没有把教育部门容纳进来 但是呢在行政院所提的提案条文里面 有提到 比如说是加强照顾弱势族群 跟提供关怀服务的部分 如果未来可以把 这个大学生毕业就是负债 这样子的一个学代的部分 可以取消他们在对于还学代 沉重压力的状况之下 再来做讨论的话 我个人认为并无不妥 并无不妥 那也可以放在第九项里面 经过行政院合可的强化经济 跟社会任性的有关事项 不管是哪一个党团 我们都不希望有所谓的空白授权 但是如果可以说清楚讲明白 未来在特别条例通过之后 特别预算的编列 只要有比较好的 这个提案条文的这个基础 尤其是第三条里面 可以把我们在这一段期间里面 所收到各界里面 希望我们能够编列进去的部分 在讨论的期间把它放进去 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接纳的一个方向 但是我认为行政院所提的这个条文 应该已经可以涵盖 我刚刚所说的 台湾朝着一个社会福利的国家方向前进 而不是把它模糊化 像民众党团变成是模糊化的概念 譬如说他有提到要拨补公共年金 那我刚才在问翁崇军委员 公共年金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因为连我不是那么的清楚 所以我希望可以维持原来行政院第三条的条文 谢谢 那我们也请行政部门 因为大家都希望让全民共享 那提出的宝贵的意见 也请行政部门好好再去思绪 那我们第三条的部分 就还是先保留 那接下来我们第四条 来 好主席 邱显志委员请发言 谢谢 好谢谢主席 那第四条的部分 目前政院版本的第二项 股发现金之发放相关业务 不得不适用政府采购法 招标决标的规定 那其实政府采购法第105条 就有规定说不适用招标决标的室友 那相关施政如果符合 即可以不适用招标决标的规定 所以无需要另与规定 那如果要坚持的话 要说明原因 我觉得这很奇怪 为什么你会放一个条文在这边 那更重要的是说 不论预算采源自用目的为何 不论是通常预算还是特别预算 一旦相关的业务需要透过采购来执行 或完成的时候 政府本来就有义务确保采购有品质 有效率和采购过程的廉政性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个政府采购法上面 种种的规定 已经有相关的程序了 因此 我基本上不认为说 能够预先 一律排除采购法招标决标相关 适用于本法编列的预算进行采购 而且这个钱这么多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刚刚提到的 除了这个 普发现金的部分之外 我们是认为说 比较合理的 这个设计 还是应该要排富 那刚刚刘四方委员有提到 这个免除学贷的部分 他也支持 那其实 免除学贷的部分是 对青年世代最好的投资 所以我们 有足够的财力跟资源 那是否要透过 政府补偿银行等等 让银行免除学生的学贷 让下一代在没有额外负担的情况之下 拥有更好的发展 这个部分的话 事实上 真的要严肃的思考 应该去做 那刚刚刘四方委员有提到说 这个第九条 也有涵盖 但是问题来了 问题就是说 你这个第三条的第九款 基本上就是一个 非常概括的条款 那到底你的内容是什么 会不会去做 什么叫做 其他兴行政院何可的 强化经济 与社会任性有关事项 哇 天哪 这个到底这是什么 也没有办法讲清楚 所以我们认为说 应该是要能够具体的 把它明示出来 以上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 郑英文委员 请发言 谢谢赵伟 这个第四条之后 大概是后端的执行 跟一般比较原则性的条文 那因为前面一跟三也没有办法有共识 所以我想后面执行方式比较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因为如果有细节的部分 我想我们不需要说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部会所长都在这里 那各党团之后如果我们可以有共识 我们自己来谈 所以我是建议后面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把它保留下来 我们细节我们再慢慢的推一下文字好不好 好 那针对于第四条的部分 是不是容许主席来这样做 那这个特别请行政部门如何去认这个认定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立法院不可能空白授权 所以我们希望就有多方讨论 好好的你们再去思绪 如何认定 我想这个也是全民必须要了解 那我们第四条的部分是不是也来做保留 好 来接下来第五条 那我也特别在那边说明 今天运用这么宝贵的时间 目的也就是双方提出宝贵的意见 也请行政部门用心的听 而不是说部会首长在这里 因为这个是全民共识在看的一个法案 好吗 来接下来第五条 来崔潔之委 好主席第五条 这个部分 首先政院版的第五条第一项 它规定说预算编制 不受预算法第23条规定之限制 即政府经常收支应保持平衡 非因预算年度有异常情形 资本收入公债 涉介收入以及前年度税计 这个盈与不得 这个充分经常讯支出自用 等等之类的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第二项提到说 所需经贵来源不是公用债务法 第五条第七项的规定 那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担心的 这次的特别预算的支出 到底会举用多少的债务来支应 因为很显然的 你的第一项跟第二项 你要绕过 这一些公用债务法 以及预算法23条的限制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应该要清楚地说清楚 讲明白 那就这部分 其实以这样的方式 这个漫天开架的假设 是漫天开架的举债的话 那民众获得一时的小确幸 但是未来的日子 却是举债累累 这部分应该要 能够清楚地说明白 谢谢 那我们请来将近委员发言 谢谢 好谢谢 刚刚刘四方委员在问 我们的版本有一个修正 我想我们也是收集各方意见 特别近期大家都看到 不管务健保亏损的议题 包括今天这个健保的 这个修法的部分 跟未来调整部分 一再引起国人的重视 所以我觉得我们修正的 这个方向 并没有任何的这个汉格 那也谢谢刘四方委员的 这个指教 那他同时在指教我们说 我们的这个条文里面 谈到了公共年金 我想今天在座也很多 虽然是行政官员 也是跟学界相关性很高的 其实公共年金的出处 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由国家举办 照顾老人安养保障的 各种基金 就是公共年金 包括我们的劳保年金 国民年金 还有公教退辅的基金 等等都是公共年金 所以这个并没有法律上面 文艺不清 或者是这个法源上面 不能够去认定的问题 第三个我倒是要指教一下 我们国发会 你们的这个第三条里面的 这个普发现金 我查骗所有的法律条文 根本没有看过普发现金 四个字到底概念上是什么 那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修正 叫做发放现金 基本上我们是从证券相关的法规里面去援引 所以我也觉得 如果说我们要对这个文字资助比较 整个特别条例的法律的修订 仓促之外用语的不精准 以及他们在界定问题上面 拥有模糊空间 应该是大家对于这个特别条例 有所担心 甚至是觉得不应该是扩张到第九款的问题 这我想我们都是善意的提出 也希望能够精进集中这样的资源来做 必要的一个工作 那回到第五条 我们民众党的条文 很清楚是期待 这个除了发放现金 现在大概是你们的1800亿或1500亿左右的规格之外 我们希望在这个 整个3800亿一次性编组之中 能够把劳保基金的这个 相关的挹注 不得低于1000亿 我们是明确的入法 那同时健保的部分是不得低于500亿 所以加起来是1500亿 那1500亿再加上刚讲的发放的这个现金部分 如果是大概1500亿 就是大概是加起来3000亿 那剩下一部分 我们觉得其他的像公共年金的部分 像刚提到公教退付基金 也有2.5兆的这个潜在亏损 那同时能够把国民年金 也有一定的这个未来的风险性 能够请国发会在这次中理的时候 一并考虑国家公共年金的永续方案 以这一次为例 要求各部会 包括劳动部 能够真的是提出相关的修正的一个草案 尽数送到行政院来 所以我们期待这次的修法 能够达成 催促整个稳健财务的一个公共年金的一个起步 毕竟超增税额的用途 如果没有必要性 通常政府就移用到下个年度去 那一用来一用去 累积之后 可能在一个时间内 又提出了一个特别条例 来作为一个处理 那我也不希望 百年遇到的疫情 会再有一个来临的机会 所以相当我认为 全民的健康 以健康为目的的 劳保跟健保的考虑 能够在这次里面成为大家的共识 以上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请洪森汉委员 请做发言 我们就来处理 谢谢 第五条其实是比较是针对 这个特别条例里面的 这个财务方案的设计的部分 那这当然非常大的 会牵涉到前面第三条 跟第一条 我们设定这一个条例的目标 跟知用的范畴 试用跟知用的范畴 所以如果在前面的条文上 保留没有共识的话 我是建议第五条 我们应该就直接就保留 因为不太可能 前面的那个范畴跟内容 没有共识 但反而是在这个财务方案的使用 甚至相关知用的额度的上限 有共识 我觉得这非常困难 所以我是建议在这逻辑下就 一并保留吧 谢谢 好谢谢 那我们针对于第五条的部分 行政部门也听到 各方的意见 不管是直接将3800亿 那么上限是否一次编组 或者分级 或者是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在执行的这个期间 如果上游以前年度的税及剩余 可供移用时 应该优先指引 这个在各政党都有 不得再举借债务的 这个部分呢 这几个文字 是终于各政党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但是呢 在最后一项 行政宣板里头 还有一项就是说 不受公债 公共债务法第五条 第七项的一个规定限制 这个仍旧还是有争议 所以那针对于第五条 充分讨论过后 我们还是做保留 好 各位同仁 那接下来第六条 第六条的部分呢 主要是因为 各位同仁 第六条的部分呢 因为主管机关单会要因 那个专案列管考的第三条 第三条我们保留 所以我们直接第六条就做保留 各位同仁 那第七条的部分 第七条的部分那个时间呢 当然我们到最后再做保留 就是还是作为保留 好 主席我这个第七条 我们是希望说不要再去延长 这个说实在着这个特别条例 基本上已经都 这个正当性都有点权益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不要再去延长 要希望有落日条款吗 好 来 谢谢 谢谢那个 薛全志委的发言 我们会列入记录 来 我们在这边呢 各位同仁 我们运用了将近一个半钟头的时间 我也非常感谢各政党的委员 大家都真的非常用心 在各政党探求明末 所提出的宝贵的意见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协商 让行政部门可以听到各方的意见 在文字方面或者是政策方面 是不是还可以再做怎么样的调整 我们希望大家继续用心 那么今天协商呢 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报告 法案名称 保留的条文 附带决议 以及新增的修正动议 我们请邮院长 召集党团协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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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